今天来分享这篇标题叫 一个女人最好的活法 都在这四句话里 人生在世 做人难 做女人更难 身为女人 我们总会背负各种期望 要当贤妻良母 要做得一手好菜 要工作赚钱 要照顾家庭 社会和家庭的要求 让自己内心的负担越来越多 越来越迷失自己 女人 到底应该怎么活 有句话说得很好 不畏惧 不设限 才是生活的底色 一个女人最好的活法 都在这四句话里 第一句 不要太依赖别人 即使是你的影子 也会在黑暗时离开你 中国著名的女演员秦岚 曾经和同行陆川 是娱乐圈内有名的情侣 2009年 两人因戏生情 在一起四年 感情甜蜜 然而最后 还是分了手 有传闻说 是因为有人插足 分手十个月之后 有媒体问秦岚 如何看待这段 没有结果的感情 秦岚从容地说 每个人的人生 都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关键是遇到挫折 还能坦然面对 2012年底 两人的感情 已经出现了危机 但此时仍在 合作拍摄电影 王的盛宴 在拍摄期间 因为外界一直非议不断 自己感情也受挫 加上拍戏很辛苦 近来压力十分巨大 然而虽然此时 他和好友霍斯燕 在同一个剧组 可他宁愿通过 嚎啕大哭来宣泄 也不愿意把闺蜜 当成自己的垃圾桶 关于如何度过困难时期 他有自己的答案 他说 我是靠自己来支持自己 即便有朋友关心 有工作填充 但还是要靠自己 完成这个过程 这个挺重要的 看到过网上 一句特别流行的话 不要太依赖别人 即便是你的影子 也会在黑暗时离开你 人的一生中 总会经历 人走 人流 没有人可以 一直陪你走到最后 真正的强大 是不依赖任何人 好的人生 向来 要靠自己成全 只有做到独立 学会一个人生活 才能在人生路上 行走得更为坦荡 第二句话 留住一个人的 从来不是卑微 而是活得出色和独立 去年 马依丽和文章 公布了离婚 有人诧异 在文章和姚迪 闹出婚外恋的时候 马依丽只是说了一句 且行且珍惜 没有大吵大闹 没有离婚纠纷 获达大度地原谅了文章 吞下了所有的苦水 几年后 没有任何感情不和的他们 却突然宣布了离婚 她说 死情有憾 然无对错 往后 各生欢喜 在丈夫出轨的时候 她没有落井下石 大吵大闹 照彼此难堪 在离婚之后 她带娃 聚会旅行 两步耽误 生活惬意夺姿 有网友留言说 她从不需要安慰 她早已活成了 大家羡慕的样子 家庭里 自己亲自带两个孩子 母乳未养 跟孩子关系颇家 还经常在微博 分享教育心得 工作上 各种奖项拿到手软 演技一直广受好评 主演 我的前半生更是大火 无论在什么样的境遇里 她从来没有放弃过 经营自己 作家张小贤曾经说过 留住一个人的 从来不是卑微 而是活得出色和独立 女人长得好看是优势 活得漂亮才是本事 无论如何 只有好好经营自己 才能活得精彩漂亮 第三句话 独立就是你永远 受用不完的底气 作家苏黑曾说过 真正幸福的女人 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情绪稳定 拥有独立思考能力 充实的精神世界 经济独立 不依靠别人 觉知并适当地管理 自己的欲望 其中 经济独立是首要基础 经济独立 往往意味着 你拥有更多选择权 有个朋友 年纪轻轻嫁了人 生下两个儿子 羡煞旁人 可作为全职妈妈的她 没有收入来源 只能低声下气 问丈夫要钱 有次孩子生病 她慌乱中 没经丈夫同意刷了她的卡 却被丈夫劈头盖脸 一顿臭码 说她偷了她的钱 她说 那一瞬间 我多想甩她一个耳光 抱着孩子就走 可我做不到 因为我就算走了 明天还得回来 朋友的吐槽 令人心酸 可现实就摆在眼前 经济不独立 女人又何谈尊严 和人格独立 作家张燕霞 在 《女人有底气才从容》 艺术当中写道 自由 从容 淡定优雅 都源自独立 独立让你不依附别人 不恐惧未来 独立 就是你永远受用不完的底气 经济独立 决定人格独立 人格独立决定 爱情独立 保持经济独立 永远是你面对生活的最大底气 最后一句话 只有努力 手中才握有筹码 《离婚律师》里有一句台词 我努力的工作 为的就是有一天 当站在我爱的人身边 不管他富甲一方 还是一无所有 我都可以张开手 坦然拥抱他 他富有 我不用觉得自己高攀 他贫穷 我们也不至于落魄 这大概就是一个女人 为什么要努力的原因 努力一点 是为了能够看到更大的世界 为了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 为了能够变成自己欣赏的样子 努力一点 是为了能够理直气壮地说出那句 你很好 但我也不差 为了一份长久的事业 为了让操劳的父母安享晚年 为了一场纯粹的感情 也为了一个更好的自己 为了不管在面对喜欢的东西 还是喜欢的人时 都能够很有底气和自信 一个姑娘只有努力 手中才握有筹码 虽然未来总是未知 但只要你肯努力 你想要的岁月都会给你 未来的日子里 愿你所有的努力都能有回报 愿你一生独立且美丽 绽放属于自己的万丈光芒 好了 今天的文章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